汽车之家大量裁员 执行人士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原标题 汽车之家否认大量裁员 全球访问量最大的汽车垂直网站汽车之家 被爆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如果按汽车之家 2020年财报中的3905员工来算 此次裁员不超过200人 被称为男人后花园的汽车之家 正面临内忧外患 12月29日 多名用户在某职场社交平台爆料称 汽车之家近日突然大裁员 人数多达600人 占整体比例大致10%至20% 公开资料显示 汽车之家早期定位为汽车消费者 在线服务平台 随后从内容型车至公司 转型升级为数据和技术驱动的汽车平台 目前主要为汽车消费者 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提供服务 日活跃用户数量突破4300万 总用户突破1亿 2016年7月 汽车之家持续数月的股权之争正式落定 平安集团正式接管汽车之家 成为最大股东 兼CEO 被报裁员背后 是汽车之家高管动荡 股价下跌 营收双降的困境 5月 汽车之家联席总裁张晶宇宣布 因个人原因离职 随后加盟华人运通 出任首席数字观 一个月前 汽车之家公布了2021年三季报 净营收为人民币17.638亿元 同比下降23.8% 经利润为人民币5.217亿元 同比下降38.4% 一车网和懂车地 是汽车之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二者的背后分别站着腾讯和字节 跳动两大互联网巨头 在流量和内容端的扶持上 汽车之家获得的资源远不如二者